即将进入三四月日韩赏英旺季 不过随着日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将日韩两国旅游疫情建议 从第一级注意拉升到第二级警示 旅行商业同研工会表示 近期日韩团客出现雪崩式退团 台湾去年高达四百万人次赴日本旅游 三四月赏英季更是高峰 今年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从旺季变淡季 9月上午外交部也发新闻稿公告 将南韩旅游警示灯号调升为黄灯 提醒国人特别注意安全并检讨应否前往 部分旅游业者表示 日韩旅游团足足少了大半 不是退团就是延期 日韩的退团的 学者表示目前日韩旅游警示 并未打第三级警告民众退费 仍需着手百分之五补偿费用 但学者日韩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疫情恐将持续扩大 旅游警示不排除会升高到第三级 届时旅行社扣除必要费用后 其余旅费需全额推还民众 部分旅游业者别官认为 受疫情影响不仅日韩 连欧美长线旅游旅客数也大幅下滑 担心疫情蔓延全球 今年观光旅游业恐陷入史上最大寒冬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 有任何事都会变成 在